听到那个名额后对人生天 好像听到那个名额后就多少说得 只有名额听到而已 何况我们在这里转心量 所以,在帝董经里面也说 我们众生在名额中的时候 只能听到佛菩萨的名额就不会对三国道了 就不会对三国道 所以是不是说是死人的受灵? 那么呢,我们第一时间念佛 还是听到佛菩萨 听到经典的名额 那么就会有这种的宫殿 所以说佛菩萨经这个地方说 只是说就算一个点点的时间 转心来看佛上也有用的宫殿 也有用的宫殿 所以这是说佛的宫殿、佛科的宫殿 他的宫殿、佛科的宫殿 不宫殿 再来说,亲像 行佛菩萨当时,怕说会生死轮回 怕说会再对欧倒 那么要怎样呢? 这个威慕节居士呢? 就说,应当要花客如来的宫殿 记列啦 意思是佛菩萨要受灵 要行佛菩萨在行佛菩萨当中 有无量无边的障碍 无量无边的境界 那么佛菩你虽然想要 从佛菩萨是要行佛菩萨当中心 但是他还会害怕 怕说要向佛,又要向佛菩萨 那么所以呢,这个威慕节居士呢? 就是要以至如来的宫殿 不然呢,如果没有以至如来的宫殿 在台地道论里面 说好像这个一杯烧水滚 对不对?比如说这杯水滚滚 这杯水滚滚,就烧烫烫烫的 较远我们的入月潭夾冰 说要把这杯烧水倒在入月潭夾冰 倒在入月潭,整核都夾冰 达出入月潭,整核都夾冰 比如说众星都是生死烦恼很严重的人 那么佛菩萨在滚滚,就是这杯地 说要来堵众星 刚刚冰冰冰的重星,刚刚冰山美人倒下去 虽然陣时有一个粗子 因为旁边烧去,但是过多久也夾冰了 这就是台地道论是菩萨 粗合心的菩萨,就是这样 虽然说,噢,虽然落浑倒下去,把他们都吼一点 但是问题是,你多多了? 你只用這杯水而已 裡面也會結冰 沒多久就結冰了 然後變成這個水中心的意思 所以菩薩的 行菩薩的 一定要挖克如來的攻擊力 所以我們翁辛教世界的那樣 那就是挖克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騙翁是讓我們煩惱 所以我們說 到西洋教世界之後 這條佛的收集加持之後 我們可以再回入三部世界 度重心 回入三部世界 三部世界之後 五十億歲 也是可以度重心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世界 我們可以在時封世界 同時度 不是只有這個世界 那麼度的時候 如果萬一 比較嫌慢 阿彌陀人會說 不好意思 我們是要幫你煩惱 我還帶回去 因為有如來的攻擊力 對不對 所以阿彌陀佛的這個 這條巨蝴 那麼 阿彌陀佛好像幫忙吹了一條巨蝦 牛丁 如果賣了之後 想到那個時候 再帶你帶一下 再丟一下 你就知道要回頭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如來有加持的攻擊力 所以我們在這個度重心的當中 不會有這個說成像 沒有越來加持的攻擊力的時候 涼麵這杯水倒的涼麵就滑掉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不是這杯水 我們後面是整湯的雅蝦 整個離岸湯的 這個更大的 不是整湯的雅蝦 中油的油口都在那裡 整個離岸湯把你搖滾 沒關係 因為阿彌陀佛 你幫我們做乙劑 做蛙殼 所以 Påsat 在 文書Posat 就向ˈwe många Gente 轉 spoke 道噩oz 供佛如何 所以煌某基斯說 要挖克乳來的攻擊力 所以我們往生教的這個 seminar 就是 挖克阿蜜豆的攻擊 蓮汗시는价值 在阿蜜豆的蓮汗 Notice 當中 那腳阿蜜豆的 照顔運動當中去度重申 所以我們不用怕說會替佛的心 像是夏理佛這樣 他替佛的心 要做當時替佛的心 之後還替這理性 那麼有佛的加持就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佛的公教領 他就有不可思議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看六十三樣 這個問約 說這個 若是如此 就是頭前講 說菩薩來遺跡這個如來的公教 要念佛 遺跡如來的公教領 那麼如果是這樣 這罩周和尚 有什麼說 佛之一字我不喜歡聽聞 我不喜聞 我不喜聞就是說 我不要聽佛這理 又說念佛一聲 六十三日 這又如何說呢 意思是如何說呢 那麼呢 這個答約 會答說 那是如是知道說 趙周禪師的落處呢 就我們尊你 請見阿彌陀佛的發聲 就是說如果呢 你知道說 阿彌這個趙周禪師 他講這句話的意思呢 那麼你就是真的 了解到這個阿彌陀佛的發聲 那麽呢 這是真正的念佛 那是無法 了解趙周和尚的意思呢 就請像這個英武二威 祖母丹佛的發聲 他還沒有他人 他的好海不笑 意思說 那麼呢 這個呢 我們這個 如果沒有了解趙周和尚的位 那麼呢 我們就是真正 我丹佛的別人 叫人不用念佛 當然這是趙周禪師的位 那麼 那麼 道佩禪師說 如果你真正知道趙周禪師的意思 那麼呢 這樣才是真正的念佛 那麼 如果沒有了解 只是看他表明的位 因為說 他不想聽佛 這聲 這句話 那麼這樣呢 就是丹佛的別人 還有丹佛的主義 我們看這兩百三十二雅 兩百三十二雅 這個英功大師 有說這個 論禪境的界線 那麼當中 他就說這個 也是說到趙周禪師 兩百三十二雅 靜土絕宜論 靜土絕宜論 那麼這兩百三十二雅 中這段 說 說 你只知道趙周禪師 說 說佛這個禪我沒有聽 佛之於自我不許聞 也就是說 那麼 六佛一聲 六歲三江 你何以呢 你不領受 祭取呢 在這個趙周語錄當中 他的下文 下文就是說 趙周禪師的語錄 不是只說 兩佛這句 我沒有聽 也就是說 兩佛一天 六歲三江 兩佛一句 六歲三江 這個 映光大師在靜土絕宜論 來在說 你怎麼只看這個語錄 只看在頭上 沒有看在後面呢 後面的名字又再說 說有情人呢 問說 說到這 和尚呢 你敢 只是人呢 你有為人 只是嗎 開是人嗎 照著禪師回答說 佛 佛 佛 這個語錄 你怎麼沒看得到 那你只想要 挖苦的這個 涼佛是 三六歲三 你這位 你怎麼沒要 他記在說 有人問說 有很多種問說 和尚 你是有台王的 如是共用 那麼你怎麼回答 照著禪師回答說 涼佛 意思是說 這個 代王的共用 那麼照著禪師 你怎麼回答 照著 你怎麼回答這個共用呢 照著和尚說 回答說涼佛 那麼英國大師說 你只看得到這個 你如果沒看得到這個呢 你只說涼佛一聲 你六歲三江 你如果沒聽說 涼佛來回答這個共用 報答這個報恩 他還說 說 你怎麼無疑順的 有人來問說 是尚祖佛 他才有老師嗎 照著禪師回答說 是尚祖佛有老師嗎 那麼這個出家的經理 還問 這是尚祖佛的老師呢 照著禪師回答說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些有的 你怎麼都沒看到呢 意思是說 疲疲你照著禪師的語錄裡面 那麼你怎麼只看得到那句 都沒看到這個後邊的 你只說涼佛一聲就吹三江 阿佛這聲我沒聽 你怎麼不說 要報答這個 台王的共用愛涼佛 那麼尚祖佛有老師 老師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怎麼都沒看到這個呢 那麼呢 你都 只看到一半 沒有看到這半就對了 所以這是應光大師 因為在我們這本書裡面 淨土決議論裡面 那麼應光大師說 那麼現在回來六十三項 六十三項 所以呢 很多人都要問這句 趙洲禪師這句 那麼所以應光大師就說 意外大家看趙洲禪師的語錄 只看著要看那裡而已 如果說 這個 西方主委的老師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都沒有人可以說 參加什麼都沒有人可以說 西方主委有老師 老師是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都沒有人可以說 這種寶寒出來說 我們沒有人可以說 要報答這個大王的強用 要怎麼回應 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報答強用 我們都沒有聽到這個 這是他叫應光大師說 所以應光大師說 我出家三十名 我專門只有聽人說 佛志祢我沒有聽 念佛一句 洗嘴三天 我只聽到這個 出家三十名都聽到這個 不要聽人家 剛才說那個 說西方主委的老師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些都沒有人可以說 大家都只說這種語 都沒有說 比一比 趙洲禪師的語 趙洲禪師的語錄 這種語都沒有人可以說 他說出家三十多年 都只聽到這種語 這是應光大師的看法 當然我們現在六十三的 倒配禪師 他說如果真的知道 照遭和尚的意思 你可以記到阿彌陀佛的發信 所以標籍說 我們不能說這個 你的標明 你的標明說 佛志祢我沒有聽 念佛一聲都吹三天 這些都是標明的語 那麽說 西方主委老師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也是標明的語 那都是文理上 我們都是看這個文理 如果要收錢 就拿這個來收錢 但是那都是文理的 真正 收音要有真正的攻擊 你也有 照有意思 如果說用這種的 未來的佛雄來對接 這是佛雄來辯論 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這個 倒配禪師說 你真的知道 你就知道念佛 如果不知道 照遭和尚的意思 那麽阿彌陀佛對人說話 就像這個英雄在說話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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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阿彌陀佛 他不可能 ops 以後 寄今日 是子阿彌陀佛 說現在人家復講話不聽 那麼凡復講話都要聽 我們如果是復教徒應該是聽復誠話 聽復誠話時常在阿彌陀堅裡面說 英東法官翁姓彼國 叫我們一直在法官 如果中心聽到這個西方教世界 英東法官翁姓彼國 說過禮拜阿彌陀堅裡面 英東法官求生教世界 如果復誠話不聽 來中心祖書的話 所以復誠一教的聖德大師說 現在人家沒有中心復誠話 中心祖書的話 我們民民在 無中心經、阿彌陀經 都叫我們法官翁姓 那麼我們都沒有中心 所以這個地方倒配禪師說 如果沒有了解 對人家說 那麼這樣做的財難 無效 那麼做的也無效 最後這個四名尊者 四名法治大師 他說不孝之徒 不孝之徒 不孝之徒 意思是對復誠話不太了解 那麼禁止這個生死的大師 對這個生死 看得到就太簡單了 禁止 因為說 以我們繁複的靈略 我們可以知道生死 以我們繁複的靈略 我們可以行佈 以我們的繁複的靈略 要怎麼做 那麼這都是禁止這個生死的大師 因為生死很簡單 因為生死很容易 不知道說生死是很困難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故事 有很多人的 一死人受傷 那麼他又來 又來輪迴 輪迴之後 變得更快 對吧 出雞變宰雞 南種變入種 那麼 在這裡是說 過期人過期生有滴肥 這死人這麼困難 對吧 那一時 看到這個出雞人 他也不需要接近 都有啦 所以這都是生死的大師 平時那麼簡單 改觀 所以呢 世民的尊者就說 喔 不祥之徒 牽屎 豹望生死的大師 人類說生死很簡單 那麼對於靈活 發問求生 靜臥的重要發問 這個很重要 政府發問 三生封蓬 縱愛他人 這樣封蓬人靈活 縱愛別人靈活 真的是讓人 通心 痛心,所以這是市民尊責,他的課法 意思是說了生死不太簡單 所以過去有一些祖書 譬如說永明顏色大師、廉詞大師、惡意大師 是說這個測戶禪師 他們都是參選開往,之後再念一句 因為他們也要知道參選開往要了生死不太簡單 所以永明顏色大師說,廉詞不一定了生死 說到老人家也說,廉詞不一定了生死 要下落後再會了生死 廉詞如果沒有到下落後再也不會了生死 所以說這個市民尊責就說 現在人對生死看得太簡單 要來維奉人黎佛,實在是很痛心 那麼廉詞很重要,再來維奉 再來說,繁實真心是因為情託、情厭者、應同愛如是 因為聽志主犯的義憲 專於基心來意涼於佛 那麼呢,聽志總共的懷疑 專心來意涼佛 希望可以奉生命最併的年輝 如主,這是佛陀的情主 千萬不能親世 意思是說,我們的希望要專心 不要欺負 欺負負負責 那麼法官的求生生求世界 千萬不能忽視 不能忽視 那麼這就是倒配禪師 他的身無身論 那麼他的身無身論 意思是說他對這個幽西大師的身無身論 他有一個補充 還有他的經典也不太一樣 所以呢,但是意義都是一樣 最好一句話呢 最好一句話就是說 生死不是這麼容易了 那麼要割兩分 如果沒有割兩分的 就算菩薩 那麼在佛中心的貴靈當中 都會強行的貼身 何況我們是凡夫 所以一定要 王神教的使用教的世界 他就不退轉 我們的教法真正行菩薩德 所以這就是 這個倒配禪師 他做了他的意思 所以這呢 就是淨土生無身論 優西法師的倒配禪師 所以最簡單來說就是要求生社會教的世界 那麼要發這個補充 所以我們在這補充的時候 跟大家說 我們要訓練說發補充來兩分 因為發補充有這個公益 那麼我們再來看這個 省安大師的勸發菩提新聞 有一些我們看八十六項 意思是說我們的法補充 對我們兩分的有什麼幫助 那就是他發補充的 他的中藥性 我們看這個八十六項這個故路 清醒安法師 放發補充門 放發補充門 他說不孝餘下凡夫生人的實顯 八十六項 意思是說我是無期 又是凡夫 又我又不孝 意思是說我對佛教徒來說 佛的帝主我做得不太好 那麼這個實現 就是省安法師 氣學極賞 懺悔丁淚 氣學就是說我靠到老會 丁淚懺悔丁淚 愛到現前代上 意思是說我很高興 跟太太講 我已經要當時正身 善男主善如臨 委員自比 稍微來聽我這個 很微笑的話 微妙的話 我曾經聽說 說進入佛道的藥物 他發心微笑 這要學府要先發心 受傷 最要緊的事情 醫立完醫生 社員如果建立 這個中心科度 佛道心若是發育 這就感情 那麼 如果無法崗台 佛道心 建立建國的社員 就算過年 算過年 經過十三件 醫連的 還要你輪迴 所以也一樣輪迴 意思是說 症安大師 這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無法佛道心 如果沒有堅固的緣 經過頂三件 同樣又輪迴 再說 雖然也有你受傷 但是都是疲劳的辛苦 都是疲劳的辛苦 因為無法佛道心 沒有堅固緣 再來說 四股的法院經 來在說 妄心無法佛心 受諸宣犯 是名無厭 意思是說 我們無法佛心 受種種的宣犯 叫做無厭 無厭 正如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墨山法師 他出現後 一世人無法佛 走路 做種種的宣事 那麼這個法國很大 這個法國很大 有些人過來的時候 他很慌慌 他很慌慌 那麼他很慌慌 也不需要清淨出去 所以他有受這個宣犯 但是是不是失去寶體心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個法院經國 沒有寶體心 受全法都是無厭 有些什麼無厭呢? 因為我們是 如果沒有寶體心 這個回向這個寶體 回向中心 回向鮮儒 那麼呢 這個寶體心的 那麼我們做生厭的 都是一個公頂而已 好不來呢 好不很大 那麼 好不真就沒有了 好不真呢 那麼這個呢 所有的公頂禮約都消失了 所以說這個呢 如果失去寶體心 那麼所得到的 善嚴的 它是 是沒有什麼固定 再來說 證實無法失 尚且如此 證實失去寶體心 就是無厭 何況不可以發過寶體心 何況我們不可以發過寶體心 如果想要學到來 一生的必須要祈祷 我去菩薩的台灣 不可以延喚 那麼發心的管理差別 他的想法也有很多 如果沒有相識 來給他 知名 來給他陳述 要如何虛向修行呢? 如今的簡略為大眾來說 發心的相貌有過重 所謂的邪正真偽大小天圓 意思是說發心有色有痴 有真的有虛有的 有發大心有發瘦心 有發偏的心 有發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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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內涵 我們沒有報 因為這個內容 主要就是說 要發真正的心 就是有一個重心 不是有一個自己 那麼福完瘦心 就是說 重心是我們心中的重心 那麼福是我們心中的舒佛 那麼再顯示過來 八十九的 說 主佛提心 最會的一項 八十九的最會的一項 主佛提心 哪是一切善法中之王 必定要有淫妍再當發起 意思是佛提心 是一切善法當中最孫性 那麼要淫妍再當發起 如今呢 九十八的講到法佛提心的意義 簡單說 有十種 有十種呢 第一,念佛的重溫 因為甘暈佛 第二,念佛的溫 第三,念思中的溫 第四,念思主的溫 這是說出格種 念思主的溫 第五,念重心溫 重心 五秒、十種 運和思主對我們都有溫 所以這五都是報溫 為了報重心溫 跟思佛 五秒、十種 思主的溫 所以要發佛提心 第二,念生思苦 知道生思潤會的痛苦 第七,念尊重伊靈 尊重自己的運性 第八,念唱會的涉獸 第九,念求生靜透 第十,念為了靜犯的救助之果 為了靜犯的讓人 長時間的安住 這是聖安大師說的法佛提心 的因緬 再來,我們看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 說銀河為救生靜透之源 有什麼要發佛提心呢? 就是有一個要救生靜透 那麼,一百公里 倒數第三,說 銀河為救生靜透的因緬 這是說,在處三部國土收行 想要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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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 意思是說在三部世界收行很困難 那麼,逼救生靜透一段翁星呢? 生靜就非常容易 我們說這翁星救生靜透就不退轉 不退轉呢?生靜就簡單啦 那麼,逼透因為容易 所以一生可以求經佛得 出改因為困難 所以即使呢,經過累極 也不一定生靜 所以,救生靜透只要翁星 一生就可以生靜 那麼,三部世界呢?因為困難 雖然經過無論極 也不一定的生靜 是他們的翁星前現的 人人都出向教世界 過去的生現啊 大家都是要去教世界 千經萬倫的處處 都是只幾世風靜透 所以,過去的這些菩薩 文殊佛顯 那是馬明菩薩、龍殊菩薩 還有這些中國的祖書 頂頂 那麼,大家都是要教世界 所有的經典也是都叫我們去教世界 每世眾生收行有看 沒有超過這個情頭發問 那麼,這是聖安大師的看法 每世眾生收行如果沒有情頭發問 是很困難 然後呢,再來說 我們在經典裡面說 阿彌陀經裡面說 消聖金、佛得翁星 要到福德再當到達 意思是說 佛得一消聖金、福德以免 翁星、彼谷 經典裡面說 聖金借不翁星 要福德再當到達 再來說 如果呢 說要到福德呢 則沒落直尺零號 所以呢 福德最大的就是聖零號 所以這個偶遇大師也說 多這個呢 福德呢 就是聖零號 所以有的人說 阿彌陀經一消聖金、福德以免 翁星、九世間 那麼呢 我們現在是爸爸的眾生 我們沒有聖金、福德以免 他住這個聖安大師 在這個地方說 這個福德以免最多呢 就是呢 這聖零號 這聖零號 那麼 如果呢 說多善根呢 則沒落發起廣大的菩提心 那麼如果說聖金呢 這聖零號 最多呢 多善根呢 那麼 無聖貴 就發起廣大的菩提心 所以呢 發福利心就是多善根啦 那麼呢 念阿彌陀粉呢 就是多福德啦 所以我們要記得 所以我們要記得 你要記得 如果你來佛祈 什麼都不記得 你就記得這個就好了 阿彌陀經說 不定一消聖金、福德以免 什麼叫聖金、福德以免呢 發福利心就是大聖金 發福利心 那麼呢 念阿彌陀佛就是大福德以免 所以呢 raine 所以...olas福福德以免 領阿彌陀佛就是有复鉄的 房間 Такaf 那麼呢 這個呢 過去就有人這樣說了 所以呢 當我們要了解 這瑍京就是 requiring 佛天心,德福德就是粘阿弥陀佛 所以要了解它的意思 所以这个所在说 洗衣、蒋、石、淋、杏和、杏贵、佛西百年 蒋、石、粘阿弥陀佛 杏贵、佛西百年 佛西百年就是说 哦,你做乙缸、发心、佛西、众星 一百年不如蒋、石、淋、佛西、淋、杏贵、杏贵、佛西百年 我们没有布西一百年 如果布西有30年就很老了 那么,我们蒋、石、淋、阿弥陀佛 就算贵你布西一百年 这个省安大师说这样 所以表示说,哦,这个粘阿弥陀就是大屋顶 它就是这个大屋顶 再来说,一看说台积心呢 朝贵、收行、六夹 只要呢,它发起菩提心 朝贵呢,你收行,九六夹 九六夹 如果呢,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那么呢,我们这个收行呢 那么呢,九六夹 不如呢,我们发这个菩提心 所以说,因为粘阿弥陀本来就是基缘作菩 公带的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起 那么,这个虽然粘阿弥陀又是为何呢 意思说,我们粘阿弥陀就是有一个要作菩 那么粘阿弥陀又没有发这个公带的菩提心 虽然粘阿弥陀的,还有什么作用 所以说粘阿弥陀的,要发菩提心 本来说,发菩提心原本是有一个要收行 如果没有奥心,是奥教世界 虽然有发心,但是很容易贴心 很容易贴心 所以说,我们粘阿弥陀本来就是要生菩提心 发菩提心 所以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么粘阿弥陀呢 就没有这个金本 那么如果发菩提心要收行 正如法安卿来说,这个菩萨发菩提心是要收行 但是如果呢,没有到西方教世界 很容易贴心 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收行者 虽然他也是要收行者 他也是要学乎 但是如果他没有去教世界 他很容易贴心 贴心,贴心 贴心,贴心,贴心 贴心,贴心的一个黏陀插 那么他都会可能呢 又继续来生死轮回 所以你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 再来说,因此呢 要保护菩提心的经济 减加上量佛求生静脱 做这个金蟬的雷 这样呢,德国的主人可以静得 那么我们主人可以静得 那么,座条阿弥陀佛的台湾其准 立于翁生静脱其害 那么西方教世界的国定可以翁生 这是法菩提心的第九中的一面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静佛 要翁生静世界,要深佛 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 发菩提心呢,就是这个大善金 大福特 所以这个醒安大师呢,说 我们静佛一定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这些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这些菩提心 教大家呢,你要 每个人想说 要静祝佛 要清湛如来 这都是法菩提心 要尽求佛得,要向佛学习 要向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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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佛学习 这都是法菩提心 我们如果黏黏的 黏阿弥陀佛的当中 有这个菩提心 那么就是大善金 大福特 大善金 大福特 那么如果在黏的当中 没有菩提心 那么我们这个基础呢 它就没有坚固 没有坚固 所以无论习经 如果说菩提心 一向转黏 我们会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一般人 都没有注意说这个要发菩提心 都是仅仅说一心转黏 这次命好 那么在这次命好的时候 当中没有注意这个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黏黏的 过用我们这个菩提心 黏黏的来的 宣示啦 宣示我们这个菩提心 所以这段就是说 我们黏分的发菩提心 就是为了要用心转世界 就是要生佛 就是要生佛 再来说一百 一百 一百凶八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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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省安大师呢 他又说 不要说 不要说第一尖的一念 是金蜜的不重要 意思是说 不要感觉 我现在发这个心 那么这样念 感情真的有这个公定的 那么发这个心 这样想 有这个利益的 不要说因为说第一尖的一念 是金蜜的不重要 不要说 他 没有实力管理 毫无利益 意思是说 你现在只希望而已 也没有实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我念阿弥陀佛 我要回向中心 有的人就跟你说 我们在这里念佛 我们在想 那是我们有相信的人 还有没有相信的人 你跟他说 你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回向中心 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共用祖佛 有的人是没有相信的 有什么不相信的 你说你是一个凡夫 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公定? 说你能够偏使方去顶礼祖佛 偏使方去共用祖佛 那是说你有多少公定 听好去回向一切中心 所以这种的道理 不是一般人 你告诉他他可以了解 他可以接受 他会觉得你都没有想 你想的感觉真的有实在 所以这个省安大师 但是他也是说 他说你不要以为 说低渐的念头 心轻味不重要 我们渐室在这些法国内心 只有低时间法 哪有什么利益 有的人会这样说 那么也不要说 虚离无实的管理 毫无利益 也不要说 啊,我们现在虚离 我们现在仅仅想 你说要求祖佛 你用什么求祖佛 你都用心的而已 你也没有实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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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 各以医各的沉重妙花 来供用 那么呢 不过你现在都是用心的而已啊 有真正的事情 所以呢 请我们大师说 不要说这个 虚而无实的愿力 就是说我们现在 虽然没有那个灵力 但是实在上 也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 这种的念头 它是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 它说 尽量如果真正 这个俗情自然的事 圆量如果公带 这个无修行自然秦万 意思说我们心如果真的 我们是真正生心的 那么俗情自然的事圆 我们现在一点心 要做什么 这个事情它就是圆 它就是圆 那么呢 它不是说 我们只有呢 这个 这种 这种 就是说 梦想 那么呢 这样呢 可以圆量 但是这个圣安大师说 如果我们的心是真实的 那么 这个事情 主人的当事圆 那么 其实呢 所有的一切法 都是由这个 当下 这种心理性的 这个心所引起的 比如说 我们一种疼心 一种心魂心 也是一种之间生起的 我们一种好心 善心 也是一种之间生起 那么我们肯定心 也是同样 也是一种之间生起 所以这个 省安大师说 心灵六个真 那么 俗情 主人能够实现 圆力 六个公带 修行 主人秦万 所以我们有这个 公带的圆力 那么修行 主人能够秦 就是很 虚空 并不大 心无方 这是最大的 那么 意思是说虚空虽然很大 但是心是最大的 所以心是很疑空 变何解 是包疑空 新包太虚 亮周三戒 心房是最大的 再来说 金光灶 不坚固 圆力最坚固 圆力是最重要 所以说 台中 如果真的可以 不下棋 我的原意 那么意思是说 这个省安大师 肯放大家要发布图心 所以叫做 放发布图心文 就是说 肯放大家 虽然 都有在收乡 量部 但是 一定要发起 布图心 要了解 布图心 了解 布图心 是真的 偏远 大小 虚实 那么 要了解 我们的心 是什么心 所以 叫做 放发布图心文 所以说 台中 如果 不下棋 我的原意 原意 意思是说 我现在在讲话 虽然我没有什么受刑 但是如果 你如果不去 欺险我的 这个布图 冠書 中处 蓮婴 这样 我们拜 都是布图 冠書 都是心 佛的 因缘 蓮塞 中盟 至今 心地 那么 蓮塞 这个 这个盟 我们大家都可以 作为 求生 成功 求世界 那么 我心中所缓 的是 希望 大家可以 当心 请託 当建阿密 祷福 我心中所缓 他是 醒安大师 他的心来 跟人 發佛的心 他的缓烈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去求世界 那么 当建阿密 佛 佛 大家作为 来祭阿密 佛 这道阿密 佛的相比 来一同 告发 中心 作为 来告发 这些 十分的中心 那么一同 来生就 非常正確 大家 幸福 非常正確 正確 怎会知道 我们未来三十二上 百佛中央 不是为 今天 发佛 你 入 台湾 开始吗 意思是 你怎会知道 我们将来 三十二上 就是佛 那么百佛中央 这就是佛的 最佛中央 不是为 现在 发佛 内心 开始的吗 你怎会知道 那不是因为 我们现在 董佛 发这个 佛中央 所以佛中央 所以佛中央 他发佛中央 他发佛中央 也是由一两 凡夫开始发的 凉凉的 都没有来生就 所以 行安大师说 你不要因为 我们现在一两 几天 发佛中央 没有什么 但是 我们将来 生有三十二上 不是为 今天发佛中央 发这个 说台湾 开始的吗 所以说 万一大将 共同免礼 如是 这样 幸运之座 幸运之座 意思是 那么如果 大家可以相信 行安大师为 大家作为 来免礼 我保体心 那么呢 这就是 很好 很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来 翁姓 社会 所以 我们说 这个 幸安大师 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佛中央 叫我们 要发这个 普遍心 发这个 十代元王 那么 我们是依照 这个 经典 所说的 这个 道理 和经典 所说的 意义 那么 那么 如果真的 法普遍心 他的功德 就真的 无量无便 像 刚才 这个 醒安大师说 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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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鬼 布尸半 那么 法普遍心 信鬼 受行 累疾 所以这个 法普遍心 是很重要 如果 一朝 到省安大師的人,省安大師說的,想的人要趕緊發佈體心 如果沒有發佈體心吃,受幸都是盡情替替,都是有盡有替替 如果有發佈體心,我們就是跟阿彌陀的元力相應 祖人,祢明中就能奉心教世界,祢明中就能奉心教世界,來成就佛道 所以這就是要發佈體心 有些人會想說,我們心的念佛,想說我的公德會向一切中心 或是說,怎樣怎樣,我們心是做得到 所以如果你想說,我念佛的時候,說對,會向一切中心 如果你心裡覺得,我沒有那個能力 在那裡覺得,這樣不知道有可能嗎? 那麼這就要靠我們自己 不然我們可以想說,不然我們想說這個佛工解救 我們想說,既然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就想說,喔,那是佛的公民解救 我們不想說,譬如說我念阿彌陀,會用一切中心 你就想說,如果你心裡覺得,懷疑說,我念佛哪有什麼公德 你才是想說,對這個道理呢,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真正剛才說 我們這句佛工中有無量無變的公德 就是由一清發改的全體的收折 如果我們心裡有所懷疑 覺得說,我們這點的靈力 這點的公德,憑什麼來回向眾生 那麼你就可以另外想想,想說我念阿彌陀佛 就是佛工內救救這些中心 比如說你念阿彌陀佛 你想說,我的佛工內救救地獄的中心 阿彌陀佛的工,不是我們的公德 就是你自己理由說,我的公德沒有救 那麼你就想說,我念阿彌陀佛 那麼這個佛工呢,就叫做地獄 我念阿彌陀佛 這個佛工叫做天靈 這個天靈呢,天靈就能靜靜來收音 不去做這個勇工 叫做這個地獄呢 這個地獄呢,地獄的痛苦就是消毒 這個地獄呢 這個地獄呢 他就不會療、他就不會痛苦 叫做這個特性德的特性德呢 他就有地獄 叫做這個人呢 這個人呢,都有福祖 都知道來學佛 都可以來學佛 大家給上 好來好去,不要給上相愛 那麼就叫做這個 你如果說,叫做這個這個新聞 那麼他可以專輯來行佛殺德 頂頂呢,我們如果想說 覺得說,啊,我的工程 來做這個活動是做不夠 那麼你就會想說,喔 這種是福祂的更縮繳 這樣呢,我們就比較加想 如果有人說有這個 沒有,我用什麼 我用一點點的工程 我可以說要來活動 這個一切中心 這是說 這點點的工程 沒有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